大批刑警在老舊民宅外头攻坚 下一秒立刻破门而入 后面啊 后面啊 回头 外面啊 外面 全部手放好 几名毒贩躲在一瓶大的厕所内 警方来个望中捉鳖一网打劲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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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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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知逃不了了 嫌犯们乖乖配合 原来55岁林姓祖贤在高雄地区贩毒 并且涌枪自重 为了规避警方查气 藏身当地知名旅游景点 俗称恶地的越世界山区 一处铁皮屋内 日前警方深夜突击查气 祖贤和同伙吓得躲在厕所内 遭警方一举破获 屋内犯嫌一阵慌乱 四处逃窜 早已被警方团团包围 祖贤及同伙进窜逃至屋内厕所藏匿 警方一共查气五名嫌犯 起货毒品和改造枪支 以及现金三十三万 将人依法送办 一个都别想逃 记者韩志鑫 王百英台东采访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